暗访十年,无数次生死轮回,10,小兰的罪恶之路 大胖子不慌不忙,他让小兰先陪他洗澡,脱光了一副的大胖子,就像一头扒光了毛的猪 小时候小兰见过老家杀猪,人们先在猪的脖子上捅一倒,放干净猪血 然后把猪放进滚烫的开水锅里,扒光了猪毛,在嘴巴对着猪脖子上的放斜口吹口气 这样猪就像一个逐渐充气的皮球一样,四肢散开,肚幅鼓起 这时候在杀猪,刀锋锁下,稀疏又深 那天,小兰工作结束后,大胖子给了小兰一张崭新的一百元 小兰压抑着满腔的喜悦结过了,准备放进口袋里 大胖子说,看看真的假的 小兰看了看,崭新鼻挺,就说 这么新的钱,当然是真的 大胖子笑着说,假的 小兰一愣,那张甲巢掉在了床上 他不知道大胖子想耍什么花招 大胖子从口袋里,拿出另外一张有些陈旧的一百元钱 递给他说 这张是真的,你拿走 小兰收拾好钱,穿好衣服,想回去 今天赚了一百元,他已经很高兴了 这是他单次收入最高的一笔 大胖子叫住了小兰,他说 以后我们合作,你会有很多钱 大胖子说,他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隐藏在一幢居民楼里 每次小兰拉客后,就把客人带到那个地方 客人脱了衣服后,小兰一定要把客人的衣服 放在床边的沙发上 然后拉上格档的布帘 将沙发和床分隔开来 剩下的事情就由他们来做 小兰说,只要对我有利 我能赚到钱,我就去做 大胖子说,我们给你提升百分之二十 小兰同意了 大胖子所说的那个地方 距离小兰经常站街的那条街巷 有十分钟的路程 要进入那个地方 需要在幽深的巷子里走好几个弯儿 每一道弯上面都没有标识 那个地方没有门牌号 进了一道残破的铁栅栏门 就是一幢陈旧的居民楼 铁栅栏门经常上锁 只有妓女们和住在这里的人才知道 将手伸进去,向外一拉 栅栏门才会打开 那个地方位于居民楼的三楼 照样没有任何标志 第一天 小兰来到这里的时候迷路了 走了很久才转了出去 可面前出现的是另外一条马路 第二次小兰还是迷路了 走出去后 发现和上次是不同的路 这里有多少条路 进入多少条路出去 小兰一直没有搞明白 这里是犯罪分子隐身 和逃跑的绝佳地方 好几次过后 小兰才从一条固定的路线走出去 那正是她拉刻的地方 此后熟悉了路况的小兰 站在经常站街的那个地方 等待着嫖客上前 如果有貌似嫖客的人经过 她也会喊一声 大哥留步 小兰的态度很殷勤 表情很诚恳 一看就是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美少女 大胖子叮咛小兰 不要再找那些没有钱的农民工 要找那些穿着体面的人 他们的兜里有钱 此后的小兰看到农民工 理也不理 她的眼光只落在那些穿着西装的人身上 有农民工走过来搭讪 妹子 耍去 小兰就说 找你妈耍去 她的回答 像个良家妇女 十年前 这座城市的有钱人 喜欢穿西装打领带 不像现在 穿西装的 都是搞传销的业务员 气质很好 兜里没钱 却要强充大款 小兰将那些穿西装的人 引向那个地方 一路趋离拐弯 有的人胆怯了 不想去 小兰就说 快了快了 前面就是 她娇称的 抱起西装袖子 把自己的大奶子 在袖子上左右摩擦 西装的精神防线崩溃了 就跟着她继续走 来到了那个地方 小兰一定要西装先付钱 借着西装去放钱家的机会 小兰看到了 西装把钱家放在什么地方 房间的另外一双眼睛 也看到了 小兰殷勤地帮西装脱衣服 西装惬意地享受着 小兰把西装放在沙发上 拉上布帘 把人放在床上 为了安全 小兰让西装背对沙发 她不断地说话 引诱西装的思维 或者不断地大声身影着 掩盖此刻床下 另外一场活动 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后 小兰结束了工作 带着穿好衣服的西装 一起出去 在某一个岔路口 小兰借口和西装分开 西装乐滋滋地 一个人向前走 走出了这个小巷 饿了 找到一家饭店吃饭 付款 拿出一张一百元 假钞 换一张 还是假钞 每次小兰调好嫖客后 就会给一个男人打电话 她在电话中说 我有事情 不来你那边了 接到电话的这个男人 知道这是一句暗号 他会提前来到那个地方 他有那个地方的房门钥匙 他是大胖子手下的小弟 大胖子有好几个这样的小弟 他们依附着不同的小姐 来以假换针 这个男人来到那个地方后 会提前躲藏在床下 或者沙发背后 他偷偷而清楚地 看着嫖客去前家 又放回前家 他记住了前家放在什么地方 是上衣口袋 还是裤子口袋 他清楚地看到小兰 拨下了嫖客的衣服 就像拨开了一个粽子 他们上床了 他们发出雨水的声音 他们出动了 他将嫖客口袋里的钱包 取出来 取出里面的一百元和五十元 有多少取多少 然后再按照章数 把假钞放进去 把衣服放成原来的样子 嫖客做梦也想不到 这个房间里还有别人 做梦也想不到 就在他逾越的时候 床下有一个人 比他更逾越 直到从这里走出 走出很远 嫖客们一般都会在玩事后 走到很远的地方 不想在这里遇到熟人 全城的人都知道这里是红灯区 是个是非之地 嫖客走到很远的地方去消费 才知道自己中了吊包计 甚至有的还不知道 什么地方中了吊包计 不会怀疑到那个看起来 纯洁美好的小兰 其实那个地方不仅仅只有一个男人 还有好几个 他们等候 在那个两十一厅房间里的 另一间卧室里 他们都是打手 曾有一次 嫖客发飙 不提前付款 仗着强壮有力 准备强奸小兰 小兰大叫一声 从另一个房间里 呼啦啦冲出来 三个只穿裤头的纹身青年 将那名嫖客打得伤痕累累 跪地讨饶 嫖客最后身上的钱被洗劫一空 只能捂着扁扁的钱家 抱头鼠窜 小兰说起这些的时候 得意险刑 看着她笑得前眼后合 我明白 这个曾经被瘸子强奸的女孩子 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名罪犯了 该不该报案 该不该报案 我又陷入了当初看到 瘸子强奸史的犹豫 与仇出众 如果报案 辜负了小兰对我的信任 此后对妓女生活追踪的 这条线索彻底断绝 如果不报案 会有更多的人受害 怎么办 我不知道 大胖子蹲聚在 假抄犯罪链条的顶端 她的下面 谁批换钱的打手 在底下是这些妓女 小兰只是其中之一 有一次 小兰电话中告诉我说 她有了男朋友 我了解到每个妓女都有男朋友 嫖刻满足她们的生理需求 而男朋友则是心灵未解 正常生活的女人 将肉体和心灵合二为一 她们会在心灵接受后 才会和这个男人有雨水之欢 也即使说有了感情后 才会有身体的需求 但是妓女不是这样 因为妓女不是正常的女人 妓女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她们的欲望是无底洞 包括身体和物质的 只要给钱 她们不会考虑是否爱 是否愿意心灵接受 是否需要激烈的思想斗争 妓女也有爱 但是她可以把爱分成很多份 见到每一个长相英俊的男人 都送给一份 见到每一个有钱的男人 也会送给一份 她们的思维你无法理解 而她们可以理解 拥有很多个男人 在她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 别对妓女动心思 谁动心思 谁是傻子 男人们都有一种英雄救美的情节 她们幻想着自己是大侠 是那种普际众生 改换乾坤 一举手 风云变幻 一顿足 山河变色的人 她们想当然地把当代妓女 当成了流落风尘的公主 误入陈王的天使 她们想解救妓女出水火 她们想当然地 认为美若天仙的女人 一定心灵美 她们想当然地 把当代妓女 当成了杜时年和苏小小 陈圆圆赛金花 李诗诗小凤仙 还有那个叶奔的洪佛 文武双全的梁洪玉 她们不知道 现代妓女 早就不是为了生活 才去买身 现代妓女 早就不是生活在 琴棋书画 吹拉弹唱 鲸鱼女工 长鱼刺绣的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的妓女 为了情爱 可以抛弃万贯家产 现代妓女 为了万贯家产 可以抛弃父母情人 情爱又算得了什么 在古代 妓女的文化素质 普遍较高 这从一些流传后世的 绝美诗词 居然是妓女创作 可以看得出来 在现代 妓女的文化素质 普遍很低 这从她们一般 都是初中和初中以下 文化程度 可以看出来 古代的妓女们 需要你去救封城 现代的妓女们 嘲笑你坠入封城 她们并不需要你来救赎 你的自作多情 只会惹来她们的失笑 我曾经和很多名妓女 交谈过 有一些长相 都在中等偏下 举止粗鲁 毫无教养 然而她们的爱情观 依然是找个有钱人 而稍微有点姿色的 需要的丈夫 则是特别有钱 就连红身臃肿 既没长相 也没有身材的老妓女唐姐 她的目标 也是找个有钱人 把我养起来 有一次和小兰交谈 当她听说我一月 只有不到两千元收入的时候说 上大学有什么用处 还没有我一个小学毕业生赚钱多 钱在她们心中代表了一切 只要有钱 她不管钱的来路 不管钱是否肮脏 钱是唯一能够让她们动心的东西 长期好以务劳的生活 已经让这群人成为了社会特殊的一群人 更有一些妓女和犯罪分子 沆瀉一气 成为社会的独流 我是眼看着小兰成为这样的人 我曾经劝过她 可是她说 她想要很多钱 有了钱就不做这事了 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找个喜欢的男人 结婚生孩子 在那里 没有人知道她做过什么 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 这是所有妓女的想法 那时候还没有处女魔修补书 而现在妓女的想法 除了以上外 还有一条 做个处女魔修补书 变成处女修大大的恋爱结婚 然而 即使身体修补完整了 心灵能够修补完整吗 那些日夜卖笑的创伤 那些争风吃醋的纠葛 那些提防报复的恐惧 让你再也回不到少女时代 让你再也无法 纯真的爱一个人 让你无法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你注定了这一生 会生活在悲剧中 有一天 我问小兰 你现在不是有男朋友吗 怎么想着以后还找 小兰说 这个男人 只有在自己孤独的时候 会让他来陪 陪自己购物 陪自己过节 而平常的日子 他可以找别的男人 那个男人 也可以找别的女人 我恶然 我真想不到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爱情 还有这样的男女关系 使妓女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丰富多彩 使妓女颠覆了我们固有的 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 小兰的男朋友叫周辉 一个彻头彻尾的街头流氓 而妓女的男朋友 又有几个不是地痞流氓 小兰是一次陪客人唱歌的时候 认识周辉的 那天 小兰在展街 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她穿着真丝套裙 身体向横向发展 三脚眼 淡眉帽 长相凶恶 一看就很像电影中出现的古代老宝 事实上 她就是一名老宝 她在附近开了一家发廊 手下有几个妓女 小兰认识她 有一次 她让小兰在自己发廊座 小兰显整天坐在里面闷得慌 就没有答应 老宝见到小兰就说 妹子 今晚有场生意 去不去呀 小兰问 去哪里 老宝说 有一个老板从南方回来 点名要七个漂亮妹子去唱歌 我缺两个 你去的话就算一个 小兰爽快地答应了 此前她还没有进过歌厅 那晚小兰和六名漂亮妹子 来到了歌厅 歌厅的每个包间里 都有人在唱歌 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声音 从每个房间的门缝里挤出来 在走廊汇成一条河流 站在走廊的服务声 被这条河流冲击得 呲牙咧嘴 忍俊不惊 小兰不会唱歌 不会点歌 她静静地坐在角落 怯生生地看着屏幕上的画面 那晚来了六个男人 带头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他说话的时候 喜欢挥舞着手臂 很像八个样板戏中的红长青 很有感染力和领导气质 他一说话 别人都不敢说话 只能恭恭敬敬地 抬头望着他 像一朵朵望着太阳的老向日葵 就是那晚 小兰认识了周辉 但是在很久后 她才知道了周辉在贩毒 而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是他们的独老大 那晚 他们拿出白色的粉末状的东西 放在锡纸上 下面用打火击烤 一股青烟鸟鸟而起 他们头聚在一起 吸一口 脸上露出沉醉的神情 小兰不知道那是什么 周辉让她试试 她吸一口 却感到恶心头晕 那晚 小兰陪着他们 没有人托她的遗父 只有周辉把手 放在她的大腿上揉了揉 而她赚到了三百元钱 这是小兰赚得 最轻松的一次 那次过后 周辉经常打她电话 要做她的朋友 无聊的小兰答应了 周辉也有三十多岁 一名老地痞 就在小兰走进歌厅的那天晚上 小文走进了诊所 那天晚上 圆滚滚的小文 穿着绿色衣服 站在街口 就像街口处理着一尊油桶 她眼巴巴的 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等待着会有生意来临 她没有等到生意 却等到一辆警车 那辆警车 刚刚在拐角的地方出现 妓女群中 就有人发出一声 尖利的叫喊 立刻 就像狂风吹起遍地落叶 妓女们向四面八方逃避 小文被无数的高跟鞋 和白膝的大腿卷过着 卷过进了一条小巷 在狭窄的小巷里 她肚子突然一阵脚痛 跌倒了 人们都在躲避 没有人顾得上唐 小文岔开双腿 坐在地上 感觉到有一股暖暖的水流 从下体流出来 淹湿了枯头 然后 一股唇疼覆盖了全身 她倒在地上 哭了起来 然而 那天夜晚的那辆警车 只是路过这里 她呼啸着 从巷口驶过 很快就消失在视线之外 小文一直哭着 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体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血液 为什么会痛彻骨髓 几名返回身的妓女 看到这种情景 七手八脚的 掺扶起小文 将她送进了附近一间小诊所里 小诊所十八尺屏障 郎中人坐屏障中 一人 一桌 一饮 一床 一柜 一听证器而已 当时 小文没有想到 此后 她会与这个江湖郎中 有了那么多的故事 妓女们都走了 小诊所里 只剩下小文 和这名江湖郎中 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医生 白大褂穿在她肥胖的中部 隆起的身上 让她看起来 不像一名医生 倒像是一名 敲猪的 几十年前 走村串乡 给猪做绝育手术的人 也喜欢穿着白大褂 现在 这种职业 已经绝迹了